《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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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是時間的載體 亦是歷史的見證 然而澳門中標的歷史卻閃為人知 十六世紀後半頁 西方全教士希望進入中標 但因為當時中國政府不允許 導致全教工作困難重重 於是耶穌會規劃了 以澳門作為遠東中心的策略和方向 先在澳門剋執漢語和中國文化 一五八二年 利馬鬥攜帶致命中大達澳門 以此為禮 門門打開了北上的通道 幾經波折 一六零一年 終於得而入境面見明朝的萬曆皇帝 當時利馬鬥派人在澳門準備獻給皇帝的禮物 就包括兩座大小致命中 相對於中國的日軌、垂中和胡迪漏 致命中酒時精準、布時直觀 成功引起皇帝的注意深得其愛 自此此禁成多了滴答滴答的聲音 比較早期的清朝 廣州是一口通商 特別是乾隆年間 其實很多外國際標商的家屬都是住澳門 他們通常在貿易季的時候 就在澳門出發去廣州 住在十三康裏面 十三康是禁止相近的家眷住在那裡 所以他們家眷就住在澳門 非貿易季的時候 在廣州回到澳門 阿德羅這個象 其實是當年的乾隆皇帝 如此給他的中文名 現在我們在故宮可以看到很多阿德羅的鐘標 就是當年乾隆最喜歡玩他的東西 這個是阿德羅的中國市場圍標 中國市場圍標都有特徵 兩圈珠厚 我們叫雙珠厚 中國人當時很富有 但是對精準和複雜功能沒有什麼要求 要漂亮 第一要雙珍珠 畫髮狼 後面打開機身要很漂亮 所以當年外國特意為了我們中國市場 開發了中國市場的機身 要挑花 要留金 這個是我們當年中國人的審美 當年做給中國市場都是一對的 一對不是一模一樣 它是鏡像對稱的 澳門是有一段曾經輝煌鐘標歷史 直至二次鴉片戰爭之後 外國強迫了清政府 開放了香港 寧波、天津、上海 開始之後 澳門就慢慢慢慢探出這個鐘標 和中西貿易的歷史舞台 不少鐘標商的家族成員 世世後 靜靜安堂在澳門的基督教墳場 以慕被掃說對時間和鐘標的貢獻 鐘標將時間由模型變為有形 帶著人類一步一腳印往前走 同時亦記下歷史和回憶 讓人細味 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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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華 作flo署 和尊重